代表着人类出战的世家到底是有多强 只见他抬腿就是一脚 将灵符踢得口吐鲜血 这大战刚刚开始 他就如此的倒霉 而灵符感受到不幸之后 手上的武器竟有些许变化 不服输的他再次挥出武器 砍向世家 但结果依然悲剧 只见世家身体后仰轻松躲过 见此状况 灵符竟突然发疯了起来 可不管他怎么努力 他就是碰不到世家 总是差那么一点 就在此刻任谁都能看出来 世家根本没拿灵符当回事 爆出玄机 原来每次灵符出手之前 世家便已经开始了动作 这正是佛祖的未来世 他可以看到数秒后发生的一切 亚当和左左目见了 也直呼内行 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 这一次人类可以轻松获胜 但此刻只有世家似乎注意到了什么 原来随着灵符每一次的攻击失效 他手上的武器竟变得越来越强 只因为这武器竟然具有吸收不幸的能力 看来这一战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只见灵符突然大猴 在吸收了足够多的不幸之后 他手上的武器竟变得无比的巨大 而这一次 他的攻击完全覆盖竞技场 让世家无处可躲 巨大的斧刃笼罩了整个天空 在披下的一瞬间 世家无比的淡定 一招轮回六道释放出来 可怜的灵符 本以为凭借自己制强的一击 完全可以将世家一波带走 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盾牌 挡下了巨大的斧刃 而这小小的盾牌也并不简单 在佛界众生轮回转生的六个世界 都有一位观音守护着 而这盾牌正是世家手上的六道棍 变化所致 这佛法无边 又岂能会被邪魔外道轻易攻破 见此一幕 灵符恼羞成怒 手中的武器也再次变化成一个古怪的形态 他带着无比的愤怒 是要将眼前的敌人千刀万剐 而世家毫不示弱 一招轮回天道 手上的盾牌也再次变化 此刻在竞技场上战局瞬息万变 而这精彩的对决 却只是刚刚开始